今天咱们来玩一下这款是FC和SFC二合一的游戏机 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 花了3600 yen 人民币的价格就是180块钱左右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国产货还是日本那边定制的 整体是一个传日文 也有可能是咱们的国产厂家为了有这种销量故意搞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先去实图一下用咱们这个实图软件 咱们的海鲜市场居然没有这款产品在卖 没关系它有可能是来自日本的 背后有些介绍本体手柄两个 然后专用的还有S端的一个线 这点感觉说很好 就S端接上之后画面更加好了 我们拉开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有一个说明书 题级说明书 尝试轮啊 不错 整体是一个小的白色的机子 看着非常的可爱 上面是FC的插口 下面是SFC的插口 很滑很顺 底下有开关 然后这个重启件 这里是SFC专用和FC专用对应的 它就是插入哪个卡亮哪个灯 那插口方面呢 这个和SFC一样的一个插口 不是那种很山寨的 好看一下手柄啊 你看就这插口啊 按键好像有点偏硬啊 虽然这个手柄的样子非常好看 但是按键太硬了 A B X Y 键倒还是挺好的啊 那这个十字键真的有点硬啊 这边呢还有Turbo和Slow 嗯这个挺不错啊 Slow的话就是变成慢动作 是不是打那些动作游戏 可以开一个外挂一样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配件 好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中国产的 Made in China 然后呢 它的幅数只有100到120幅 也就是日本专用啊 中国插上这个东西就烧毁了啊 那么整个机制呢 应该是好用的啊 包括这个主机呢 也是Made in China 好 那么现在啊 咱们给它试一下 后期的盒卡 这个就是FC 经典游戏的一个集合啊 180和1 还有什么喜阳阳的游戏啊 口袋妖怪的游戏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去上机 OK S端的接口在这儿啊 是有的 这是原装送的啊 SFC呢就是用这个卡 这是一个集合卡 里面有接近几千块 游戏吧 那么现在给它插上 连上我们的采尖 S端了 也插上它 现在我们插上咱们的喜阳阳卡 开机啊 可以啊 马上就成功了 第一个就是喜阳阳 玩一下 这个闪屏呢 其实肉眼是看不见的 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喜阳阳是喜阳阳啊 但是有点像 圆人啊 S圆人吗 哦 香蕉 起来 打爆香去 一撞墙了 哎 掉水里了 这个游戏呢倒是可以玩的 就SFC的游戏呢 这种卡直接就识别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卡 直接拔了 它让咱们这个比较后期的卡 再来试看 哦可以啊 但是这个是一个16比9的比例啊 但它4比3的屏幕呢 不行啊 第一个混逗楼 我们比比看啊 可以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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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可以玩啊 这样子就很方便啊 直接从第二关还是第几关开始啊 然后这个手柄呢 其实啊 这个按钮还是很轻松的啊 再把咱们SFC的游戏手柄 插上看一下能不能完美替代啊 拔掉 直接插上 可以啊 插上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移动 哎也是可以移动的啊 这就非常好了 因为这个原装SFC的 这个也不算是原装啊 它的手感会更加的好啊 你看 可以用啊 很完美啊 再打一个啊 开始 可以啊 哎这啥游戏啊 这是机器人吗 我们小时候说是机器人 哎呀呀呀呀呀 这卡有点花啊 大体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 口袋妖怪的卡 这个卡呢 也算是比较老了 哦 这比较厉害的口袋妖怪 一和一的游戏啊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关 咱们操作的是小火龙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小火龙呢 被砍了 哎呀呀呀 这个游戏呢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啊 对吧 口袋妖怪 哎 运行起来了 没问题啊 呀呀呀呀呀 这个金币呢 是可以打大了 变成50了 呀呀呀呀呀呀呀 很久不打了 那这个FC呢 就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卡带都能识别 然后试一下我们的SFC啊 其实呢 咱们这里有一台老的SFC啊 这个是美版的啊 特别的大对吧 这个呢 就又小 然后又可以插两种卡带 我们现在直接插上 然后开机 哦 直接就出来了 行 我们去找一个游戏啊 相当快打了 也是可以的 这种烧录卡 也是可以运行的 那这一点呢 我就非常满意了 100多块钱买了 两台游戏机啊 而且是二合一 节省位置啊 哇哦 最终幻想 咱这个游戏太麻烦了 开始都要搞半天 但是它是可以顺畅运行的 就可以了 看 画面呢 也算是不错啊 呃 肉眼上看了 是没有什么抖动的 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S端给拔掉 看一下 直接拔掉会不会有影响 123 好像没有任何影响 这S端有什么用呢 其实后面的那个 踩尖端呢 这个S端也是插上的 就 这个S端没你屌用啊 好 我们再去试一个动作游戏 OK 这个游戏很难啊 这个宝箱开一下 这不是宝箱 这是指示牌 这个 操作起来呢 也是没啥 呦呦呦呦 因为现在是白天 我这个铲尖呢 呃 不是特别亮啊 看不太清楚 这就非常刺激啊 呦呦呦呦 太难了吧 这个游戏 那说明SFC呢 也是可以正常用的 对了 我这里呢 还有个磁碟机 这个磁碟机呢 它是有一个美版的转接卡 但是这个是对得上的 直接可以插上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磁碟机接上能不能用啊 先把磁碟机的电源给接上 然后再打开 好 它亮了啊 这个是亮了 等一下 呃 这个磁碟机好像不太行啊 重新来一下 虽然这个SFC的灯呢 它是亮了 但是没有显示 呃 好吧 那磁碟机不用呢 也可以啊 咱们有这个 solo卡 那SFC的游戏呢 也都可以玩啊 还有一个啊 就是咱们用这个无线的SFC的手柄 看一下 它插上去能不能用啊 哎 两个啊 这个也是两个 啊 这 这个间距不对啊 这个是日版用的 这个日版SFC专用的 那么这个美版呢 美版的SFC 插上去试试看啊 也是间距不对 烦死了 那也就是我要测试这个手柄 就没有用的话 就要去搞一台日版的SFC 哎 真是 太难了 最后来比较下这个大小啊 你看 它跟这个美版的SFC的比较 哎 非常明显啊 对吧 那还有个就是这个线 哎 这个机子呢 要插很多线 然后这个呢 就插一条就好了 呃 玩这些机子啊 这些线真是搞得你头疼 像这个 我还用一个变压器 才能给它解决电源的问题啊 OK 那么这台机子呢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100多块钱 而且又是做工 还算挺精致的一个小产品 那能够玩两个平台的游戏 我还是挺满意的 好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平衡点赞关注哦 拜拜